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姨会带着鲫鱼兄弟再次与大家见面 再次看到安吉 很多网友表示甚是想念 这次回归 安吉更清秀帅气了 足足的小帅哥 大到组裁范 这颜值绝对比宋中基要厉害 小鱼儿看起来变化更大 俨然一副大孩子的模样 褪去了很多幼稚模样 但仍然很天真浪漫 最重要的是叫哥哥时 口齿特别清晰 鲫鱼兄弟非常有爱 哥哥疼弟弟 弟弟疼哥哥 妈妈们来了那期 安吉没看到小鱼儿的身影 痛哭流涕 足以看出 平时兄弟两个的感情有多好 如果说 爸爸去哪里 只是让人看到安吉懂事的一面 那妈妈是超人 则让你认识了 更加密集的安吉和小鱼儿 小孩子的世界 有争吵 有干账 同时还有和好 还有彼此惦念 这次 安吉来到第五季 网友们表示 非常期待两大金剧王 昂恒 安吉的对决 从曝光的剧照里 我们看到了安吉 这个搞笑担当碰上昂恒 两人闹飘起来 还是真是特别动 对了 别忘了 还有我们的阿拉雷 他也跟着赌密爸爸回归了 一见到董丽爸爸的阿拉雷 就全场黏着 真的太可爱了 好期待这一期